好 我們今天的比賽呢 已經告個段落 我們已經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冠軍 在我身邊的是曼琳 對不對 叫曼琳 我們看一下鏡頭 不要緊張 你今天比的是什麼組別 地板球 全場組 喔 你比的是全場組 那你的名次是 第三名 第三名 那你最後一場在比賽的時候 你會不會緊張 會 這是你第一次比賽嗎 第三次 第三次 對 那得名是第一次嗎 對 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得名 你現在很緊張對不對 你覺得打球比較緊張 還是被訪問比較緊張 被訪問比較緊張 好 沒有關係 那你今天打 有沒有覺得你印象最深刻 打到最好的一顆 你今天發球 發球都還順利嗎 還 還蠻順利的 還蠻順利的 好 恭喜你喔 恭喜 好 加油 好 我們接下來要訪問到的選手是 曾定然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呢 基本上呢 他的頭銜非常大 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你爸爸是誰 我爸爸是曾宇翔 曾宇翔就是 現在你網球教室的總教練 所以你從小到大都打網球嗎 嗯 在媽媽肚子裡就打網球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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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媽媽沒有打網球 沒有 媽媽都在跳舞對不對 對 所以你先在肚子裡面跳舞 沒有 也沒有 沒有 OK 那你今天得到的名次是 第三名 你是打全場組對不對 嗯 全場組的第三名 因為我看到你的比賽 你最後是不是打到9比9 9比9 然後最後人家贏你1分是不是 那最後是幾比幾 最後 你記得嗎 那比數被超前的時候 你在想什麼 你有很緊張嗎 有啊 你有想要怎麼樣贏他嗎 你有改變你的發球方式嗎 沒有 也都沒有 反正就是發了 會贏就會贏 嗯 真的 真的 我其實還有觀察到一點 你到最後 比賽到快賽末點的時候 你爸爸有在旁邊 他是不是偷偷跟你講了什麼絕招 沒有 蛤他沒有 他就是讓你自由發揮 嗯哼 那你今天得到這個第三名對不對 第三名我們來給鏡頭看一下第三名 開心嗎 開心 這是你第幾次比賽 第五次吧 第五次 那你最好的成績是第幾名 第三名 最好就是這一次嗎 第三名 恭喜 恭喜你 好 下一次我們比賽見好不好 我們下一次還有比賽 你會不會再來 應該是會吧 我希望下一次我們在轉播的時候 你是第一名 好不好 加油 OK 好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到的是 真是 意 意 真是意 就是我們的定然的弟弟對不對 就是我們曾教練的小兒子 你今天比的是什麼組別 半場球 半場球 我有看到你比賽 你也非常的專注 你得了第幾名今天 第三名 那你也得了第三名 怎麼看起來好像有點 你應該很開心吧 第幾次比賽 第二次 第二次就 第一次第幾名 沒有拿到獎 那你今天進步很多耶對不對 下次比賽再進步一名 再下次比賽再進步一名 人生才有 向前的動力 跟你講這好像聽不太懂 那你今天比最後一場比賽的時候 你比數是領先還是落後 落後 那那時候你在想什麼 想要專注 想要專注 所以你有專注的發好美衣球 那 那爸爸有在旁邊給你什麼指導嗎 也沒有 怎麼這樣子 回去好好找爸爸聊一聊 為什麼沒有給你好好的指導 讓你拿到第一名 媽媽也沒有 媽媽也沒有 哇爆料了爆料了 媽媽 媽媽在旁邊 那不過也很恭喜你今天得到第三名 應該很開心吧 對不對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對不對 下次要不要來參加 要不要找你同學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想參加 他不想參加 你找他來啊 找他來一起來玩嘛 你找他來 你就可以多贏一個人 對不對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小朋友還是先不要學壞 恭喜你得到第三名 恭喜 握個手 握個手 好現在在我身邊的是 成立很小選手 我剛剛有看到你比賽 我有幫你直播 你回去可以看一下你的比賽 我幫你播得非常精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是我今天整個比賽看下來 反手拍最強的 而且是最穩定的 那個球呢 都已經落在你的界內 你還可以不急不學走過去 界內然後回拍 就整個 好像 slow motion一樣 就是慢動作 你練網球練多久 你自己有印象嗎 沒有 沒有 你有練超過 三個月嗎 應該有吧 應該有對不對 聽說你全家人都會打網球 嗯 爸爸媽媽今天有在現場嗎 有 媽媽是不是就是在旁邊 一直幫你加油的那一位媽媽 然後爸爸是不是今天也一直在旁邊 跑來跑去 嗯 對不對 有沒有幫你加油 有啊 好 我們先說一下 你今天得到第幾名 第二名 第二名 開心嗎 開心 很開心對不對 嗯 其實我接著播你前四場的比賽 我就看到你很穩定的 是贏了定然對不對 對不對 贏了定然 然後再上去遇到的事嗎 嗯 欸 對 欸 完了 自己的選手 自己對手是誰都忘記了 你贏得太開心了 哈哈哈哈 好那你在比賽的時候看到你 從原本一開始其實有掌握優勢 有領先到後來落後一點點的時候 我在旁邊看 你是不是有在想要怎麼打 那你在想怎麼打 打對方的正手 反手 反手 你都想打對方的反手 嗯 對不對 可是對方也有把反手打回來之後 欸你就 就又在想要怎麼樣回球嘛 嗯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讓自己的球更穩定對不對 那你今天開心嗎 開心 那你全家人都會打網球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跟爸爸偷學幾招必殺技 嗯沒有 爸爸 你有跟爸爸打過球嗎 有 對決過 有 誰贏 嗯 他贏啊 我跟你講 十年後就換你贏了 知道嗎 嗯 要有這個信心 那你有跟媽媽打過球嗎 有啊 誰贏 我贏啊 哦 馬跟媽媽就是你贏 欸那這樣子跟爸爸打又是一個強度 跟媽媽打又是一個強度 真的是對你來講是很好的練習對不對 好 我們下一次比賽 要再見面 我希望看到播到你的冠亞軍比賽的時候 你就是冠軍哦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哦 好現在我們場邊看到的這位小圈兒 終於越來越高了 讓主持人不用一直在深蹲 這旁邊是邱柏樹 剛剛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轉播的時候 一直聽到他爸爸一直在喊小樹 小樹 所以你的錯號叫小樹對不對 你今天幾年級 4年級 你剛才得第幾名 第二名 你知道你冠亞軍比賽的對手是幾年級嗎 國一 國一 所以你跟一個國一的對決對不對 正成 正成比賽嘛 那你跟他比賽是有壓力嗎 你知道他是國一 沒有啊 混很熟 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是混很熟 不是沒有把他放在眼裡啊 可是你 你有覺得他給你很大的壓力嗎 沒有 就是球太快了 他的球太快了 是嗎 聽說他有練棒球對不對 有 那你回去練福利挺身 明年打敗他 你覺得有機會嗎 明年絕對拿冠軍 明年絕對拿冠軍 欸 對著螢幕講 我明年絕對拿冠軍 明年絕對拿冠軍 讚 就是等你這一句話 我相信你可以 因為你剛才比賽真的太精彩 你那個分數其實有互相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都幾乎都是上手發球 高手發球 嗯 你你為什麼是選擇高手發球 高手球數比較快 球數比較快 而且我覺得高手比較穩 哦 比較穩定 剛剛好像沒有看到你用第一手對不對 沒有 所以都用高手去跟他對決 結果沒想到他 他都打得到 沒關係 不夠快 哦 高手雖然比較快 但是你還不夠快 那回去再練快一點好不好 好加油 下一次見 好接下來我場邊 訪問的是我們的 曾子佑嗎 子佑選手 你剛剛比的 你們今天比的是什麼組啊 我半常駐 你比的是半常駐 那你最後得了第幾名 冠軍 哇 我們訪問到一個冠軍 厲害了 這是你第幾次比賽 第一次 你第一次比賽 就拿了冠軍 那你下次要拿第幾名 沒有進步的空間怎麼辦 你的人生已經到達頂峰 哇 你看 你有想過你會拿冠軍嗎 有啊 有啊 哇 這個就是有信心有自信 這次你未來就是前途無限光明 那你以後就是當網球選手了 知道嗎 沒有別條路可以選了 拿到冠軍就是走這條路了 嗯 會不會後悔 呃 不 這樣 哈哈哈 你剛剛在冠亞軍比賽的時候 你還記得你的對戰選手是哪一位嗎 呃 沒有把對手放在眼裡 又一個 哈哈哈 不過你剛剛在比賽的時候 我有發現啊 也是一樣 你就是 對手其實跟你也是有拉鋸的對不對 嗯 你會不會緊張那時候 不會 你也就是慢慢打 你的對手應該就是 不是你剛才的對手應該就是那個力痕 對不對 第二名的力痕 對我剛才講錯了 是力痕跟你對決的 整個比賽你覺得開心嗎 開心 很開心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 下次還要想來參賽的意願 有 有 你比賽準備了多久 嗯 不知道 你練習練了多久 嗯 不知道 欸 這個選手很厲害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拿了冠軍 那你知道你第幾名嗎 冠軍 欸他知道他得了第一名 那你知道怎麼回家嗎 知道 他還知道怎麼回家 那你知道你爸爸媽媽是哪一位嗎 知道 欸好他 基本上的生活 該注意的東西都還記得 好恭喜你 希望你下次還可以來比賽喔 好不好 好謝謝 好 接下來場邊訪問得到又是一個冠軍 這個冠軍 你先自為介紹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曾子漢 曾子漢 曾子漢 你現在拿到的是一個 你今天拿到的是一個冠軍 對 是哪一個組別的冠軍 呃 半場組 9到12歲 9到12歲 我們今天的比賽呢 除了兒童組之外 還有比較大一點的是9到12歲的組別 所以你在這個組別拿到冠軍 那你記得你的對手是誰嗎 不知道名字但是 知道長怎樣對不對 對 知道對手長怎麼樣 下次才可以 欸你也不用報仇啊 你冠軍欸 到冠軍啊 他的表情啊 我冠軍啊 那你在他比賽過程中 會不會有點緊張 會 會怎麼說 四強賽的時候會緊張 冠軍的時候沒有緊張 為什麼 因為冠軍的時候比較好打 勢必點 欸 冠軍的時候反而比較好打 是不是因為你已經習慣了這個場地 不是是因為 冠軍的人 比較 比較 弱一點點 欸 有自信的說法對不對 所以你在冠軍的時候反而放鬆打 然後打的有沒有比較好 有啊 你覺得放鬆打比較好對不對 沒有就是其實在四強賽的時候 打的比較好 欸四強賽反而打的比較好 怎麼說 因為 對手比較強 所以就是 你需要就是 做一些 更專注 對不對 所以你來回球數有比較多嗎 四強賽 對很多 比較多對不對 相對於冠亞軍比賽 來的比較多 對 那你覺得你經過這場比賽 有沒有覺得 好像經驗值提升了 對有啊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想要更要繼續再參加比賽的感覺 有啊 這是你第幾次比賽 第一 網球比賽的話是第一次 那你之前都參加過什麼比賽 足球吧 哇 你足球比賽得第幾名 沒有得了 足球比賽沒有得名 在網球比賽第一次比賽得了第一名 然後他冠軍的時候還比較輕鬆 這是練武奇才 萬中選一 對不對 對 那你以後也就只能練網球 不能再踢足球了 呃 對 哈哈哈哈 是這樣嗎 真的 真的啊 沒有啦 我們還是希望你可以多方面的去涉獵 每一個項目都去練習 你練足球 你在網球上面跑得可以更快 有沒有覺得 對 我我只是要退足球而已 還會練雨球桌球 或者是 跑步 水上芭蕾 沒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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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你今天得到冠軍 恭喜 好 好接下來場邊呢 一樣在訪問到的是今天的優秀的一位小選手 來亮出你的牌子 閃亮亮的牌子 第幾名 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要大聲說 第一名要說我是第一名 再一次 我是第一名 厲害 耶 你是哪一個組的第一名啊 全場 全場組第一名不容易耶 全場組就是像我們在一般的職業比賽看到那一組 對不對 你們今天就是以盤啊舉數啊去搶分 對 那你今天 欸你還沒有介紹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范振成 范振成 就是最後一場的比賽對不對 嗯 你剛剛最後一場比賽 你在發球的時候 跟回擊在冠亞軍比賽的時候 你的心情怎麼樣 很緊張 為什麼很緊張 就是 欸 就是很怕會輸 蛤會怕輸 對 因為我之前跟他打的時候都會輸 喔 所以你今天是等於說你們在練習 或是友誼賽的時候 你的勝率反而是沒這麼高的 可是你卻在今天的比賽獲勝了 欸 嗯 那代表你的抗壓性比較強 對不對 嗯 你有穩定的把練習該做的東西做好 對 沒有因為對手可能在平常贏力比較多 然後而緊張到失誤對不對 對 那今天這個比賽啊你拿到冠軍 你下一次還會想來繼續比賽嗎 嗯 欸 我剛才有問其他選手 你還有參加其他的運動項目的練習嗎 棒球 喔你也是練棒球 嗯 那你覺得練棒球對你練網球 或是對你練完網球回去再擋棒球 有沒有差 嗯 就是練棒球然後來打網球力氣會比較大 喔力氣會比較大 因為平常就有在練習 然後在打網球的時候就是力量比較大 你練網球比較久還是練棒球比較久 棒球 練棒球比較久 那現在你要發自內心說你比較喜歡網球還比較喜歡棒球 嗯 好好講啊 這個 很難很難選 你現在怕棒球教練看到對不對 不是就是 我們幫你打馬賽克 然後你可以講 都有好玩的 都有好玩的地方 喔 好玩的程度不一樣對不對 對 各有各的樂趣對不對 嗯 但是你還是如果未來這邊還有比賽 你還是會想來參加 會 有朋友一起來玩玩嗎 我朋友 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他們應該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欸 我不知道怎麼講 他們都在練棒球 喔 然後我就是都有 好 那還是很期待 也即希望我們明年 可以看到你去殘年冠軍 好不好 好加油 MIFI YEAH